这个五一假期似乎比以往更火热些 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2023年五一假期 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 同比增长70.83% 多家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人从重模式遍及中国 打工人呈出游主力 2023年五一期间呢 纵使机票价格较疫情前增长了三成以上 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定量呢 仍然超过了疫情前五成 火车票同时购票人数呢 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热门线路车票售清的速度呢 超过了春运 热门城市的酒店预定量 超过疫情前的1.9倍 连住天数呢增长了20% 那从旅客结构来看呢 打工人群体依然是五一的出游的主力 老年旅客的比例较平纪的话 有所下降 已经不足5% 儿童和中小学生旅客呢 比例升高超过了10% 3到4月份活跃的大学生特种兵们 则是在五一休养生息 静待着错峰出行 五一假期 山东自博烧烤持续火爆 也带动多地掀起烧烤热 而烧烤热带动的不只是烧烤 一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在自博烧烤的现象际流量拉动下 五一期间 山东省酒店预定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三倍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自博烧烤等特色的旅游产品的火爆呢 有效的带动了当地 以及全省综合消费的恢复 我们估算了一笔账 那吃一顿山东自博烧烤呢 人均消费50元 带动了当地交通 住宿等消费呢 是750元 那形形色色这样的旅游标签呢 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成为了 激发旅游城市消费潜力的关键 除了自博以外呢 我们发现 以烧烤闻名的西昌 锦州 贵阳 徐州 也登上了今年五一假期 热门烧烤目的地的前五 其中 西昌烧烤热度大涨250% 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的前往 国内长线游 周边游 火力全开 出境游也保持稳定的复苏态势 民众出游半径变得更广 玩法也日趋多元 在五一期间 出境游的机票一定量呢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 也就是2019年的5月1号 到5月4号的45% 像泰国曼谷 中国香港 韩国首尔 马来西亚吉隆坡 中国澳门 新加坡 日本东京 泰国普及 日本大阪 菲律宾 马尼拉 是热门的目的地 那飞往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呢 较春节期间下降了四成左右 灌篮高手的上映 让日本联仓 再次成为年轻人的胜地旋律目标 热度涨幅达到350% 香港也重回年轻人的视野 在迪士尼度过童话一日 是他们重新拥抱东方蜘蛛的方式 埃及呢 也成为年轻人拥抱异域文化的理想目的地 热度大涨180% 这个五一假期 中国国内旅游收入达1480.5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28.9% 无疑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夜连人士表示 2023年旅游业需求端 仍有巨大潜力等待释放 端午 暑期 十一 有望迎来一波又一波高峰